這是後輩 這是前兄 我是陸姿 嗨 欸你們剛才是跑來我家啊 當然很美啊 我住頂家六樓每天都要爬樓梯 而且足利又很貴 可是你每天爬應該也習慣嗎 欸我現在要來習慣 這個 登 欸你真的要灌水了啦 對啊因為我等一下要運動 所以我要把這個搬上去 所以你每次運動之前 你都要搬水上去啊 對因為買這種大罐的水才會划算 好累喔 沒關係 我不擔心 因為我有你們啊 有沒有人資源要幫我搬水啊 請舉手 Nope 加油加油 為什麼你這麼安心不講話了 真的很重欸 你的手還好嗎 非常好 而且我等一下還要繼續進行我的運動 蛤 你累得在誰 等一下還要運動 等一下怎麼要對自己這樣 我就是蟲粉啊 好啦那你是不是要裝個水啊 對我要來裝個水 現在水裝好了 我們也準備要開始露西的運動了 大家喜不期待跟我做骨盆的運動呢 那你今天要挑戰什麼運動 我要先挑戰那個屁拳超人的運動 先剃頭 好笑嗎 可以不要打我運動嗎 現在我要開始下去 是不是期待了一下啊 來囉 妳看骨頭膏是不是卡了 妳是指的 這有指頭數的時候嗎 不是更100下嗎 妳剛剛那麼久 沒有再數嗎 沒有啊 屁 99 這一段絕對不會減 100 OK 經過減減式的跨轉 你們看到我已經做完 1分之1的一乘超的運動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疲憊 屁啦 妳剛剛才做幾下而已 欸 妳自己來做做卡啊 我可以做100下 好 現在我要做另外1分之1的 一乘超人運動了 做肢體 我養過起座大學的時候 還有很多 偷牌 鷹牌之類的 屁啦 妳剛剛臉是什麼 那有開放男粉絲幫妳壓腳嗎 好像還不錯欸 只腳500塊這樣 所以妳要一直 就一次賺兩個人這樣 真的比較慘 我在看我的運動 1 2 4 欸 這真的哪有偷牌 妳是獨立人大學是不是 剪件事幫我快轉一下 嗎 1 2 4 5 6 DI 妳知道要怎麼做了吧 再一次 就是 加油 最後10下的走 我要再靠姊姊石了嗎 這是什麼僵尸的場景 我不想再下去一次 九九 九九 一百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OK 剛剛這就是A piece of cake 關於一拳超爾的運動 你剛才哪來的自信 為什麼你一直找自己麻煩啊 這種東西對於台女來說就是 簡簡單單 輕輕鬆鬆 在研究過去的東西 那你要考再更進階一點 沒問題啊 還有什麼東西很難倒我 那我們來挑戰這個 蛙人運動 可以了吧 都可以了吧 對啊 我還炫技了 為什麼你做起來這麼奇怪 一丟一丟的 啊 太累了 不會啊 屁勒 我們才剛開始而已 不行 我已經快死掉了 我已經頭髮已經脫亂掉了 各位看到了吧 對於台語來說 這些運動根本就不算什麼 導演出這什麼題目啊 要不要來吃吃看塔巴塔啊 欸真的假的 好像什麼食物之類的 應該是簡單吧 有兩個動作 你就稍微看一下 你做20秒 休息10秒 好 OK 看起來很OK 我們行不行 絕對沒問題 你這邊偷人家可以偷人一根 肚子還太累了吧 對啊 那你可以邊做別的唱歌的嗎 你想要聽什麼 我想聽煎熬 心一跳 愛就開始煎熬 90年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這差比平常還好 我剛剛是肚子的力量 複勢複勢 下一個應該就稍微有一點油氧 滿有名的 它叫做波筆跳 只要波筆跳 你就知道你在折磨 預備 開始 唱歌可以嗎 你要聽什麼 接好而已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 快要把你忘掉 神經我在和好 我超累的 可是我沒有水了 可以是裝睡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的水了耶 我被你們喝光了 他爬肉了 他來應該喝一兩口然後就 好喔 那我要喝什麼啦 我要直接裝水 我喝水喝 欸那水沒有煮很髒啦 那你快想辦法啊 我快渴死了 我快渴死了 外出書籠組水龍頭 取得不方便啊 書籠組的救星來囉 BREKA龍頭式濾菌濾水器 重點是安裝超簡單 先移除水龍頭上的起泡頭 找到對應的轉接頭 拿出十元銅板鎖緊 再裝上濾水器 放入濾芯後 用十元銅板打開電池蓋 撕掉貼紙再蓋上 是不是真的輕鬆簡單不費力呢 而且他還有三種模式讓你一次滿足 第一種 藍滴水滴 是濾水模式 使用日本原裝的中空絲膜科技 能濾除99.99的細菌 還有貼心LED顯示器 提醒倒數剩餘用水量 讓你打開水龍頭就可以直接喝水 健康省時又省錢 第二種白滴水滴 是一般的自來水模式 第三種三條直線 是花灑模式 洗碗洗水果方便又省水 最後重點是BRETA龍頭式濾濾濾水器 只有手掌大小 讓你再也不用搬水啦 那今天做了三個居家運動 你覺得哪一個最累 都超簡單的 那你就全部在做三組 沒有 剝皮跳 而且你要我邊跳邊唱歌 你們自己回去試試看有什麼累 記得把我的影片看一百遍 然後按讚訂閱加分享 有想要看我做什麼 想看導演做什麼運動呢 也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下次就偷偷拍給你們看 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住過一個超扯的 就是大學的時候 就租了一個在田旁邊 田旁邊 對他在田旁邊 蟲會有趨光型 窗戶沒有關好 那個床上面全部都是蟲 然後他的廁所那個熱水是忽冷忽熱 就是有最燙跟最冷 然後你只能從那個最燙到最冷的時候的中間 那個小小五秒鐘 黃金鵬不是要醒 我剛剛其實一直在想 你現在住這邊啊 又溜喔 又頂下他又沒有電梯 那你之前疫情待在家裡的時候 一直要喝水他的飯 就是叫水啊 貨運司機會送到樓下 可是因為疫情 就是還是得自己搬上樓 那如果你有你最難的聲音啊 欸像這樣我們現在疫情啊 我沒有幫人家送上樓 那麼小 那你有沒有想認識一下鄰居 就是搬到他家裡可以先休息一下 欸我曾經有這樣過耶 真的搬得太重 動不了 我就這樣子放在那邊 先放空 然後剛好三樓有一個 瞄了我一眼這樣 然後他就走進去 然後先想說好冷血喔 然後我這樣往上 我突然出來說 欸是不是需要幫忙 我就說不需要 需要 你也太不要臉了吧 我覺得我那時候一直偷漏說 幫我 幫我 他就真的有出來幫我 真的很好 我後來有回送他那個花生牛奶 好啦 不過你們有想看我搬什麼東西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這聊什麼 想你搬運我的心 COP 撩什麼撩啊